在印度苛泽医院,一个男人不停呕吐,全身发热,呼吸困难,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,很快男人就死翘翘了。 随后,一个和男人相同症状的护士被送进医院,这意味着疫情开始爆发了。 医生们查出,这两人都是感染了尼帕病毒。 消息一出,立马引起了卫生局的高度重视。 尼帕病毒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十大致命病毒之一,由动物传人,人传人,甚至到飞沫传播,死亡率高达75%,最关键的是,目前还没有防范疫苗,也没有治疗方法。 卫生局紧急成立疫情小组,到目前为止已有9个确诊病例,病毒有三周的潜伏期,所以实际感染的人数要多得多。 随后,政府立马封锁了苛泽市,卫生局召开紧急会议,调查感染者的数量,然后将其隔离。 此外,还要隔离观察密切接触者,直接接触过的,共同乘车的,同处一试过的,暂时就有2800人。 这其中包括很多医生护士,一时间,医护人员都提心吊胆了,只是包不住火的,很快群众就知道了疫情的事。 卫生局召开记者会,告诫大家,减少聚会,勤洗手少出门,多戴口罩,最重要的是,不要再吃野味和动物粪便。 等等,还有人吃粪便吗?原来,这是因为印度有着吃牛粪治百病的信仰。 医护人员穿上严密的防护服,争分夺秒,和病毒作斗争。 开头被感染的护士没成几天就死了,这引起了医护人员的同情和恐慌,因为他们也有可能随时被感染。 治疗病毒的方法还未找到,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,死的人越来越多,如何处理尸体成为一大难题。 卫生局亲自去火葬场培训工作人员,如何带好防护服火化尸体。 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一风险,政府只好开出双倍工资,还得保证,中途出现意外的话,必须安置好工人的家属。 火葬场得以勉强维持工作,但这天意外发生了,火葬车被村民拦下了。 他们大吼着,你在这里火化,是想我们被感染吗? 不管工作人员如何解释,村民们就是不让通过。 工作人员请求警方来驱赶,但警方却怕引起村民的恐慌,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 眼看着尼帕病毒的致死率已经达到了90%,工作人员无奈,只好想出了咒服夜出的计划。 他们每天半夜把尸体运出去,脚无声息地处理掉。 由于病毒的进一步扩散,网上开始了激烈的讨论,有人认为病毒的来源是蝙蝠,似乎很多病毒都和蝙蝠有关。 有人则坚持阴谋论,认为是敌对国家投放的生化武器。 卫生局来到了最先感染的男人的老家,从水井里打捞出来一堆蝙蝠后,他们当即封锁了全村水井。 难道真是蝙蝠引发了病毒吗?网上再次争论不休。 这时,一个女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引发了广泛关注。 这个最先被感染的一号病人,一个是男人,一个是护士。 男人曾送亲人去苛泽医院,护士是被男人感染的。 也就是说,病毒从不同方向扩散,隐藏的密切接触者还有很多。 随后,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,澳洲送来一批药剂,或许可以缓解疫情。 然而,噩梦再次发生了。 这天,一个偏僻小山村出现了一个病例,大黑想让三轮车载他去医院。 但电视里天天在宣传,咳嗽就是有可能感染了。 司机吓坏了,赶紧躲开,还大声说大黑被感染了。 大黑恼羞成怒,他心想,要死也要拉上你们一起。 但他还没走几步,就被人一棍子打晕了。 救护车把大黑送去了医院,卫生局上下都震惊了。 开头的一号病人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,应该是被野生动物感染的。 但大黑和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没接触过。 他是怎么被感染的呢? 卫生局来到大黑家中,无意中看到了家里的野兔龙。 他们仿佛明白了什么,于是把一号病人和大黑的活动轨迹画了出来。 他们发现,其中重合的地带都是有确诊病人的地区。 一个是野生动物保护者,一个人打猎爱好者,看来他们都是被动物感染的。 但目前还是没有找到确切的病毒源头。 卫生局开始分析大黑的打猎照片。 卫生局发现了一张模糊的照片有些可疑。 医生随即开始询问大黑,但大黑却说,我现在都要死了,别来烦我。 夜里,大黑就溜出了医院,想去跟朋友喝酒。 谁敢跟一个被感染的人喝酒呢? 朋友们都沉默了。 大黑气坏了,端起他们的酒杯,一个喝一口,这下谁也别想喝了。 大黑一回到医院,病情突然开始恶化,然后就领着喝饭了。 大黑一死,还怎么问感染源呢? 别急,女大学生再次站了出来。 她查出一号病人和大黑有一前一后续号的假钞。 原来,那天一号病人和大黑在车里分赃,一号病人是个假的野生动物保护者。 那张模糊的照片,就是果服幼崽。 它被两人在车里交易了。 尼帕病毒来源于果服幼崽。 时至今日,一切终于水落石出了。 随后,尼泽医院的一对恋人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。 卫生局长发言,人间有真情,人间有真爱,事实证明病毒是可以治愈的。 而现在,已有多个省份做到了患者零新增。 这场疫情只死了21个病人,所以请相信我们,只要控制好感染源,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的。 于是,没过多久,印度就这么战胜了疫情,走向了幸福生活。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但让人有些奇怪的是,电影中看到的居民大多没戴口罩,而大黑还能随便出院参加聚会。 这一情结束的,是不是有点太迷惑了? 换成现实中,恐怕感染的就不是21个,而是21万了。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,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哦。